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潮秘密》 我是李神熙 首先我們來關注一下一則快信 中共前黨魁胡錦濤之子 浙江泥水市委書記 胡海鋒已經回到北京 升任民政部副部長 1月3日有港媒報導 大陸傳出胡海鋒升職的消息 但是是否屬實 有待觀察 因為有關胡海鋒升官的消息 過去不止傳過一次 比如大連市長、鄭州書記 福建省委組織部長等職務 但是最終都沒有兌現 51歲的胡海鋒 曾任清華同方威視總裁 清華控股黨委書記 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院長 後來擔任嘉興市長 2018年升任泥水書記 擔任靜廳及已有多年 升職返京並不意外 不過上個月中旬 時事評論員岳山曾經發文表示 此前幾年 胡海鋒頻頻向習近平表忠心 期間 胡海鋒多次傳出 調星庫省級官職 但是都告落空 他表示 在2022年10月22號 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 胡錦濤被駕離會場 成為中共紅潮內鬥 最有戲劇性的其中一幕 其效應至今都未消失 胡海鋒的名字在微博遭禁手超過一年 他的試圖停滯 見證著中共權力鬥爭 進入更加險惡 和不可理喻的新時代 好了 接下來 我們一起揭避一下 台灣危及中共政權的真正原因 根據《電信報》報道 2024年1月13號 台灣人民將選舉新總統和立法院 這個事件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西方國家之間競爭的潛在爆發點 這種競爭已經有從經濟競爭 升級為直接軍事衝突的風險 這次競爭升級的推動者是習近平 他認為台灣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 是歷史的必然 這個是他個人的中華民族復興目標的核心 他也都將這個目標描述為歷史的必然 他認為 這個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唯一權威之下 才能夠實現 中國共產黨的目標 是恢復中國在19世紀被西方殖民主義 散奪的世界主導力量的應有地位 在習近平的獨裁控制之下 中共已經從基於全球被病雙贏解決方案的 表面良性外交政策姿態 轉變為公開自信的修正主義議程 包括對全球繁靈和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 誇大領土主張 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就表示 台灣海峽的兩岸關係 必須由民主和台灣人民的議員決定 這個主張直接挑戰了習近平和中共堅決支持的一切 即是挑戰美國主導的自由秩序 他還表明了 為何台灣對習近平以及其政黨構成生存威脅 自從1949年以來 中共一直是中國唯一的權力獨裁者 其統治合法化的部分原因 是堅稱沒有可行的代替方案 台灣的成功表明這個完全是錯誤的 並且這樣做會引發潛在的爆發點 當前中西方之間基於半導體領域競爭的貿易戰 某種意義上已經是在台灣領土上展開的 近年來在中國經濟、政治和軍事協同的威逼之下 美國捍衛台灣民主現象的無鄰兩可的政策 變得越來越無力 只要台灣正式宣稱獨立 仍然是北京靈和政策的紅線 台灣自治的唯一有意義的保證 主要是來自美國的西方軍事支持 這些援助的目的 是讓北京相信 入侵台灣的風險大於收益 美國出售台灣3億美元的設備 不到一個月前就獲得批准 根據報導 美國情報部門據稱認為 習近平打算在2027年前 使中國軍隊準備好入侵台灣 雖然這個並不能證明在那一年有入侵的意圖 但顯然北京至少打算獲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 在軍事方面 中國正在將自己的風險收益分析 與西方的評估相匹配 西方想要阻止中國入侵台灣 中國能否扭轉實力潮流 並阻止美國捍衛台灣呢 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 中國經歷了大規模的軍事擴張 和現代化 特別是在導彈和核能力的方面 正如疫情期間所見的 中共主張通過武力和壓迫性監視 進行統治 儘管嘴上說著 光榮復興 但是中共的最終合法性 是作為中國人民的軍事解放者 和外部安全的保障者 就台灣來說 這個意味著 有意願和能力 重新獲得對所謂主權領土的合法控制 不惜一切代價 如果戰爭爆發 整個全球經濟 尤其是中國的經濟 都將遭受到寧聯的衰退 長期以來 西方一直認為 中國不會入侵台灣 因為這個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但是願意將中國經濟和人民的福祉 置於全球軍事霸權的夢想之下 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直接遺產 共產主義經濟本質上服從於政黨權力 毛澤東願意 在鞏固共產黨國家的過程中 兩次摧毀中國經濟 並犧牲數千萬中國人的生命 雖然普京不是斯大林 但是他對其他人的死亡 同樣莫不關心 尋求取代毛澤東 成為中國在全球霸權新時代的 最偉大領導人的習近平 是不是有無情的力量 走同樣的勝利之路呢 鑒於極權獨裁國家決策過程的不透明性 很難判斷他的成本收益平衡是多少 同樣很難從最近明顯的軍隊和政府清洗中 得出關於黨的團結的明確結論 在習近平關於台灣的言辭中存在一種空洞感 這種空洞感在國內外都會產生共鳴 無論中共的影響操作 如何成功地破壞台灣選舉的公正性 告訴台灣公民 他們不可避免地 應該分享中國民族復興的榮耀 純屬無契之談 即使中國人被攔在中國防火牆的後面 很多人也知道這個是一個騙局 年輕人的失業率 與對未來的幻滅和絕望程度相匹配 台灣人民特別是年輕人 不願意用自己的自由 和平、繁寧和穩定來換取這一點 習近平在香港發動的殘酷政變 亦都算不上一個有吸引力的先例 無論普京入侵烏克蘭 付出了怎樣的金錢和生命代價 他都無法與台灣海峽 全面進攻的血腥相比 除了浪費本應該用於振興 毋冥不振的中國經濟的數不盡的財富之外 還會毫無意義地 留下更多人的年輕人的血液 台灣從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 構成C號的威脅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對安全的最大威脅 是國內民眾的不滿 蔓延到黨內的精英 除了軍事開支之外 習近平花費的最大一筆資金 是他用於荒唐地壓迫性的數字監控 和社會控制的數十億美金 因此儘管困難重重 習近平徒勞的野心 仍然可能受到壓制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之間 交易性社會契約的消亡 已經暴露了習近平思想的弱點 以及其中共權力的正當性 與此同時民主的台灣證明 中國人民可以在自由社會中繁寧昌盛 這就是習近平如此執著地尋求消滅他的原因 亦都是為何世界絕不能允許他這樣做的原因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點讚、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